今天的重点再回顾一下 其实不外乎就是一样 我在重申环境五个工具列 这些如果你可以把这些工具列学好的话 基本上以后就是这些东西 再来 2D的部分 如果有些新同学2D部分好像不太熟 请各位务必 少时间把2D部分 也要熟悉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2D的相关指令怎么样转成3D 那你可以从上四角画再转东南灯角 或者直接在东南灯角上面画 然后呢 刚刚我们多一个就是UCS的概念 那UCS其实很容易抓不到 因为刚刚有同学就是 第一次面上面画出来 可是要抓好像比较容易抓不到 这个我想慢慢要去感觉一下 尤其这种感觉有时候是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有些同学第一步那个 就是那个面没有侦测到 你怎么画最后你就是没办法 就会找不到了 所以有些有时候是一些小诀窍 大概熟悉之后大概就差不多 另外这两个按拉跟几出 这个也是常常会用到 那方法上面就是按拉 其实可以扣掉你要的东西 其实这个跟插级很像 所以这两者之间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那当然如果像刚刚这一题可以用按拉来做 那可不可以用插级来做呢 其实也可以 然后面呢 当然除了用这个插级来做之外 其实在修改里面还有3D作业 3D作业还有个什么呢 切割也可以做 切割啊 你要切割哪里 其实只是说我们还没讲到 不过后面会讲到 方法很多 然后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功能 我想各位慢慢的去熟悉 那最后做完毕之后 以后我们慢慢就会做出 像今天的是这些图 然后最后你把它做出来 并且把它存档一下 那存档的方式特别注意 你这边可以把它档案里面 把它另存一下 OK 那档案名称的话 你可以取一个名称 你可以把它放桌面上 那名称比如说 用今天日期也可以的 比如说2014 03 等于现在几号 21 21 OK 然后存在桌面上 OK 那这个时候在桌面上 特别注意 请你把你的CAD就关闭 或者关里面这个CAD 把表示这个档案关闭起来 关闭起来 关闭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缩小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档 那你要怎么储存呢 请你把它按住不要放 拉到怎么呢 外面 外面 放开就可以了 放开之后的话 就会在外面 看到这个档案 在这个档 但是很多同学 会常常会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地方 他的图示 是开不起来的 他没有OK的那个人 对对对 外面没有 里面才有 所以有时候会搞不清楚 那你下一次来的话 这个就不见 对不对 你就删掉 下一次要怎么搬进去呢 其实非常简单 这样就搬进去 那就可以知道 再去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 又可以继续今天的功 或者是你回家 你也可以这样 再搬进去 或者你自己家里就有罐的话 那就直接可以开起来 要继续练了 那往后的话 我们就会再来画一些 直接画一些那个三页图 然后慢慢慢慢累积下 你就把它先存在那个档 之后的话成果展 或者我们最后要缴缴作业 你们再交给我就可以了 OK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 好那我可以 好那我可以